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上一集所留下來的作業是我們這一集教學的重點 就是要去這個 從圖形上面來去判斷 二次函數的一些係數的特色 比如說畫這個圖給你,對不對 然後跟你說 那看了這個圖之後,請問你這個二次函數他的A會怎麼樣 好,那這個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打得出來啦 就是說A跟0的關係,應該是A會 大於0 哎呀 小於,因為他的開口向下 那然後呢,B呢 B是比較難回答的啦 然後我們先看C C的話就應該要看出來 為什麼呢,因為C是這裡 如果我們前面幾堂課的教學和 所講到的題目齁,你都有跟上的話,你就 有機會發現 我不要講應該要啦 但是我心裡是想應該要啦 那有機會發現,其實這裡就0C嘛,對不對 所以 既然他跟Y軸的焦點在上面 是正的 所以C是正的 然後這個D D是B平方-CAC會怎麼樣 那從這兩點 如果我們前面的課程的討論,你有跟上 他跟 X軸交兩點 所以判別是大於0 就是他等於這個 AX平方加BX加C等於0的時候 有兩根 有兩相義十根 那最後回來到這個問題 就是 那到底B呢 B的話比較麻煩要從這裡看 我們 在圖形裡面會跟B有關係的就是這個 對稱軸是X等於2A分之負B 那所以現在這個2A分之負B是負的 因為他的 對稱軸X的值在這個 遠點的左邊嘛 那所以說 這個值是負的的話 因為A本身又是負的 所以負 正得負 所以上面要是正的 那 這個又是負的了 所以B本身是負的 在B是負的的情況下 上面負負得正嘛 然後 A又是負的嘛 所以 這個就 整個就是負的 就小於0 這樣子 就是這一題喔 那麼一樣的下面這個問題 他的開口向上 所以A大於0 然後他的這個 跟Y軸交在0C 也是大於0 然後他跟X軸沒有交點 所以他小於0 然後他的B呢 再看一次 就是 X等於 2A分之 負B 好那 A是正的 可是2A分之負B是負的 所以這裡正 這整個要負 那這個負啦 所以B是正的 可以嗎 那麼這一題多問一個問題 A加B加C是正還負的 那這一題 因為剛好啦 就是A是正的 B也是正的 C也是正的 所以A加B加C是正的 是沒有錯啦 但是這種題目 並不完全是從這裡看的 這集的A加B加C是怎麼看的呢 其實A加B加C在這個二次函數裡面是係數合 AX平方加BX加C的三個係數加在一起 那係數合是F 可以嗎 所以說呢 X等於1的時候 然後 符合 X等於1的時候帶進去函數所得到的 Y就會跟 X坐標1這一點 跟他求出來的Y就會在 這個坐標上面 因為他會在圖形的線上 所以說 X等於1的時候帶進去Y會是 這個值 就有的時候學生看老師在做這個動作 就做 比如說像我們在一次函數也有嘛 這是函數圖形 那老師就說X等於3的時候Y是多少 對不對 學生在看了 老師做這個動作的時候他有的時候不見得 完全了解這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 這個平面上面有很多很多點 這些很多很多點裡面 符合函數的 比如說這是一條直線 又或者他可能是一個曲線 符合函數的圖形都在這條線上 符合函數的點 都在這條線上 這些點每一個點就是一組 X的Y嘛 所以就是說這一組 X的Y 帶進去能夠讓函數 等號成立Y等於F的 Y等於F的 能夠成立的 那些 XY都在這條線上 所以我如果說我已經知道X等於3 比如說 X等於3 那 F的3會是多少呢 3和F的3 也就是說 X是30 能夠和他 就是變成是算出來的那個函數值的點 就會在線上面 所以你就用X是3去找 在這個線上面的哪一個點 你會發現是這一點 那這一點的座標就會是 3F 那這樣子他的Y座標就是F 我們用說Y等於F的X嘛 所以說這條線上的每一個點 他的Y座標就會等於他的X座標帶進去的結果 那所以說 我們才會說這個點是F的0嘛 那所以我今天要找F的話就是把1帶進去 等於說我在這裡找到1的位置 對上來 這條線上有一個點 他的Y座標是正的 所以 A加B加C 就是F 他就會是正的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有的學生會想說 那你怎麼知道A在這裡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 這個1是隨便點的 那隨便點也可以作答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題他有特殊性嘛 他在 右半邊全部都在 在 這個X軸的上面嘛 所以說你的F的E帶進去 就一定會是正的 你不管 E實際上在哪個位置 帶進去都是正的 因為他F的0就已經正了 然後又繼續往上走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有的題目 是沒有辦法問這個的 就是F的 像這一題就沒有辦法問啊 因為你F的0是正的嘛 可是這個點是負的啊 這個點 開始往下的話就是負的了嘛 那我怎麼知道 E是在這裡 放大一下 我怎麼知道 E是在 這裡 所以對上去是正的 還是E其實是在 這裡 所以對下來是負的呢 我就不知道 那所以說這一題就不會問F of E 好 好那麼在這一集還要來介紹這個問題啦 那 因為在國中學過多項式儲法 所以然後也 就是也學了很多的多項式的計算 所以這個問題是會有可能出現的 那 實際上他比較適合出現的時間點在高中 也就是說高中會介紹一個比較容易的方式去完成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就是說 在以國中所學已經能夠解開他了 只是 會使用的方式比較麻煩 那所以說我的意思就是說在 高中來問會比較恰當但是不代表在國中就不能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有5x平方-6x加3 他說這個多項式經過我整理可以變成 a乘以x-2平方加b乘以x-2加c 這樣子 那問你這個 a加b加c 還有a-b加c 那這一題就是蠻 是蠻麻煩的 那 幾個方式啦 第一個叫做 我們已經學過的 就是展開他 把這排展開 然後比較 係數 好我們把它展開來 x-2的平方展開變成x平方-4x加4 然後這裡是x-2 那於是我的x平方這一項只有a 然後x的這一項有a乘進來是4 -4a 然後這個乘進來是加b 所以這一項會有-4a加b 加好了 個x 然後最後常數會有加4a-2b加c 這樣子 然後題目說呢 這個其實是 5x平方-6x 20加3 所以你就會得到 oh a15 a15 a15然後 -4b -4a加b -6 -4a加b等於-6 a15然後-4a加b等於-6 然後 4a 4a -2b加c 是3 所以a15就帶進去這裡面 所以-20加b是-6 所以b其實是 14 那來再帶進來這裡這是正20 減掉28加c等於3 所以-3 所以-8加c 等於3 所以c是11 所以a15 b14 11 是11 這樣子 這就是第一個方式 那 我就不超過來 你們可以把 他記在筆記本裡面 但是就是 學過就好了 不用 不用一定要很熟練 但是你就知道說其實我們已經學過可以解開的方式 就展開來 如果題目是2次4的話 展開來也不會太辛苦 剛才的那個問題 其實我們有辦法 就是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處理 我們原本的這個多項是5x平方-6x加3 如果我把他先除以x-2 因為我們這裡括號裡面都是x-2嘛 我先把他除以x-2 x-2是一次次 然後我的被除次是二次的 所以商會是一次的 然後魚會是常數 魚要比一次小 要比那個除數小 對不對 所以說 魚呢會是常數 我設成r 然後商是qx是一次的 這樣 這個時候呢 我的這個qx呢 我把它再拿去除以 x-2 再除以x-2的時候呢 那一樣 他是一次的嘛 x-2也是一次的 這個時候除出來的商是常數 魚也是常數 所以商叫做s 魚叫做t 那魚是 這樣子的話呢 原本5x平方-6x加3 我就可以讓他等於 x-2乘上qx改寫 s倍的x-2加t 加後面這個魚 然後我把這個x-2乘進來 這裡是一整項 他乘進來就變成 s乘以x-2平方 然後乘進來加tx加r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就符合題目問的 就是一個數字 一個常數乘x-2平方加上一個常數乘x-2加一個常數 好那會一樣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s就是a 然後t就是b 然後r就是c 這樣子 好那 這樣子的話呢 這三個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剛才這樣一路推論過來 r就是 我把5x平方-6x加3除以x-2 的魚 然後s跟t呢 就是 把他們的商 再除以x-2的商和魚 所以我現在就 就來除 5x平方-6x加3除以x-2 然後會得到 5x 5x平方-10x 對 那魚是殺掉 4x加 3 加4 減方 11 所以我得到的第一個魚是 11 這個就是 c 那 然後呢 345x-4 再除一次 5x-4 除以x-2 345 5x-10 於是 14 於是我得到了 b 那這樣答案就出來了 他寫起來會怎麼樣呢 就是說 你一開始 等於寫出來剛才所寫的東西 讓大家再看一次 也就是 5x平方-6x加3 可以被寫成x-2 我們現在原本寫qx的地方 我們現在知道了 他就是 這是商 就是原本的qx 5x加4加11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5x加4再去除了一次x-2 所以他又會變成 5x-4的地方變成 5x-2 5x-2 再加14 所以當我把他乘進來的時候你就會有5x-2的平方加14個x-2 加11 所以a是5b是14c是11 可以嗎 那這個我也是一樣 希望你們至少要看懂 要了解有這樣子的道理 那第3個方法就真的 有一點太技巧了 他其實也不能說是都沒學過 但是就是我們沒有那麼技巧的使用 什麼呢 就是 於是定理 於是定理 我今天要得到這個東西 他是 看起來有點像係數盒 對不對 這個a加b加c是不是看起來有點像係數盒 但是他不是這個的係數盒嗎 他不是5-6加3 他是另一種形式的係數盒 但是呢anyway呢 如果今天我想像 比如說我有一個這個 T好了 T等於 K好了 K等於x-2 也就是說 5x平方-6x加3他會變成 a倍的k平方加bk加c 那我是不是只要讓 k等於1 就會得到 a加b加c 也就是說想像這是一個 新的多項式 這個多項式的位置數是k 我只要讓k等於1 我就會有a加b加c 也就是說我只要讓 x-2等於1 我就會有 a加b加c 所以說我只要帶 x用3帶進去 就可以讓括號裡面變1 好對不對 我的f of 3 f of 3x帶3進來 左邊算出來會是 5乘以9 是45 45減掉 這個3618 45-18是27 再加3所以是30 然後右邊呢 x帶3進來 就是3-21 1平方乘a加1乘b加c 就是a加b加c 對不對 等於a加b加c 那這就是 a加b加c啊 所以我們剛才算出來的我們的這個 abc是54和11嗎 你去算他們三個的核就30 對不對 那如果a減b加c呢 那其實呢 它會相當於是 讓括號裡面變負1 也就是你會得到 負1的平方是正1嘛 所以你會得到 正的a 加上負1乘b 是-b加c 所以就會有a-b加c 所以我要讓括號裡面變負1的話 什麼東西 -2會是負1呢 就是1 f of 1呢 在左邊算出來是 就5-6加3 所以是 2 2 然後右邊呢 就會是 這個 a乘1平 a乘-1平方 所以是正a 然後-b加c 這就是我們要的 2 所以剛才這裡 a-b加c 就16-14 就是 那就是這個問題 這樣大家都會了嗎 好那就是這一集 那就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好我們自己上這裡